学员们分成四组彼此试吃产品 然后再贴上贴纸打分数 这是内湖区新住民丙级中式面食加工 书游高浆皮类振造培训课程结业典礼现场 继去年开设面包类丙级烘焙振造班大获好评后 内湖区公所今年再次开办相关课程 希望能确实帮助新住民融入社会 同时学习新技能 内湖区公所为了协助 不管新住民的朋友是怎么到台湾来 我们是一个工部门 然后结合这个乐储是一个私部门 所以这叫公私协力 最主要让新住民的朋友可以融入这个社会 不管他学习这个厨艺是为自用 还是要考取证照 至少他已经完全融入台湾的社会 让觉得工部门还有大家社会朋友 都能很照顾他们 让他们不会有离乡背景的感觉 间接的最达到社会安定的一个作用 那经过我们办了这两年的活动 新住民朋友的口碑都很好 这项培训课程共招收了20名来自中国缅甸和泰国等地的学员 有学员说家乡亲友很喜欢台湾的凤梨书等伴手礼 现在学会就可以自己做 因为我是想让自己多一个技能 然后就是觉得说对生活也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每次我回大陆啊 过年过节 然后就会从台湾带很多的特产 然后就是凤梨书跟蛋黄书 然后我就想说刚好来趁这个机会学了之后 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给他们吃 幼稚学员希望考取证兆后 未来人有机会开店当老板 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如果自己会做的话可以做来卖啊 第一次上课是老师蛮认真的教学 但是我们都有认真去学习 就在家里练习的话都会收获满满的 我主要是想要培养第二专业 因为目前是我有自己在有在做自己的事业 可是现在的趋势嘛 不是很好 那想说培养第二专场这样子 整个培训课程主要教导学员 丙级执照考试时 所需要完成的绿豆碰 凤梨书等八项作品 对于学员们在课堂上认真学习 回到家还自行练习的努力精神 授课老师也非常肯定 今年呢会让我们比较感动的就是 可能因为我们的人数 也会在做了一个缩减 更合乎 就是说我们老师可以密切的注意到 学生的一个每个细节的操作 那这一班的学生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他们以设定为考到证照为目标 所以每一个步骤 或甚至于说每个课程 他们都很投入 那很多的细节 他们都会去详细的了解 包括他们回家都还自己来练习 然后我们有一个群组 他们会在群组上面 大家彼此互相就是无私的去分享 他们的一些收获 然后彼此去修正 内湖区公所方面表示 去年的面包类 丙级烘焙证照班 共有13名学员考取 面包丙级技术师执照 今年6月3号将举办的 丙级证照考试 希望这20位学员 也都能顺利考取证照 进一步朝自己梦想的目标前进 彼此类伍夫贝克 在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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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